大家好 我是檸檬哥哥 檸檬哥哥 我的爸爸是個個性 很含蓄 很害羞的人 他並不會把 我愛你這三個字擺在嘴邊 直到有一天 我才知道我的姑姑她跟我說 在我小的時候 還是個小baby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的爸爸 他對我講 兒子啊 你怎麼長得這麼帥 將來一定比你爸爸還要帥 還要有才華 我愛你 這時候我才喊人大悟 喵喵的爸爸很愛我 所以小朋友 不管你的爸爸媽媽 有沒有對你講我愛你 也不要忘記 在福興節這一天 對你的爸爸說 爸 福興節快樂 我愛你